如果你来松阳,绝对不可错过大东霸 这里的景点统统不要钱 攻略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村里有非常多的民宿 特别推荐位于茶牌村古民居里的明科里 经过这片咖啡厅,我们就到了契约博物馆 建筑用石头构筑,象征了契约的精神 这里的缺老师珍藏了万份契约字画 我们可以在这里探访契约背后的小秘密 这是科举的小抄 这是卖老婆的企书 这里还有订婚证书 在大东大,古民居有30多庄 这里的古民居注重装饰陈设 雕梁画动,规模恢红 进入古民居就像进入一座座艺术的殿堂 当地人特别敬重古树 当你看到古树下面有供奉时,一定要拜一拜 如果你还有时间 白丰村的全职民宿有很多打卡机位 每个角落拍出来都是大片哦 最后,你想和谁一起来大东吧呢